即将迈入9月份了 但是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并没有好转的迹象 而疫情严重程度只排在美国和巴西之后的印度 单日新增病例已经连续32天都超过5万宗 而昨天更是增加了78,761宗 创下了全球单日确诊病例的最高增幅 虽然印度的疫情是持续恶化 但是为了缓解民众的经济压力 印度政府是执意让全国进入第四阶段的解封 包括了从9月7号开始 恢复大部分城市的地铁服务 还允许举办不超过100人的户外活动和宗教集会等等 至于学校方面将会继续关闭到9月30号 印度的新冠疫情持续恶化 原本热闹的印度加尔格达街道 放允旺序只剩下空荡荡的景象 以及寥寥无几的路人和车辆 至于还在关闭中的学校 当局派出了穿着全副武装的官员 进入校园展开消毒工作 并在教室的各个角落喷洒消毒液 一点都不马虎 与空荡荡的街道和学校相比 印度首都的隔离中心则是人满为患 医护人员正忙着派发食物给入住隔离中心的患者 有医生表示 有许多人依旧拒绝进行新冠病毒的检测 因为担心自己会遭到社会大众的歧视以及排挤 另一方面 担有14亿人口的印度 近期突然成为全球病例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印度政府为了遏制病毒的扩散 目前是以每天进行100万次的检测数量 来加速追踪境内的确诊病患 相比起两个月前 印度的检测数量每天只有20万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